訪天書上也有寫 但是理論上就是哪一個儲存格向下追蹤 之後幫我取得 他的什麼 他的列 是哪一列 那基本上 你可以把那個range看成是一個物件 那在程式裡面基本上呢 它的原理原則大概這樣點下去 只要是一個物件 它就會有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叫屬性 屬性的話就是 它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 屬性裡面其實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比如說放什麼第幾列 第幾列你想說點肉有沒有 ROW 它出來的話 它會出現是一隻手拿著一個東西 表示說它裡面儲存的是哪一列的資料 它就幫你把哪一列的資料幫你帶過來 OK 另外如果綠色的話就是叫方法 方法有點像動詞 就是做什麼事 比如說像什麼ROM SLATER就是優标放在上面 諸如此類 就有點像 屬性跟方法 大概就物件導向 物件裡面 的兩個最重要的成員 就這兩個 不論是你用Java 你用VBA 你用Python 其實 其實都是 一樣的道理 屬性跟方法 OK 那我們現在是用人家做好的物件 未來當然如果你 假設你將來對程式很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寫物件 只是我們現在是應用 用人家寫好的物件 OK 大概是這樣 屬性跟方法 你大概 記這兩個就夠了 OK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撰寫什麼 撰寫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 剛剛現在是丟出去是 輸出公式 只是說把公式 逐一個放進來 OK 但這個缺點 就是我今天 但優點是 程式 比較好寫 但缺點就是說 他可能會衍生出來 就是說 因為這公式很冗長 所以將來如果你存檔的話 如果你丟一堆公式的話 你的檔案會膨脹很厲害 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效率 相對也會比較差一點點 OK 如果你覺得這不是 太大的問題 那也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如果說你希望能夠效率更好 丟進來的不是最後的 不是公式 而是最後處理的結果的話 那你就要去思考怎麼樣把 這個程式轉換成 VBA的寫法 是完全的VBA 第一個 我們可以直接拿 剛剛的這個 這個SAP 這個SAP頭跟SAP尾 這一段把它複製 一樣 Ctrl 鍵按住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那個SAP名稱 不能取一樣的 所以這個把底線公式拿掉 那再來的話思考什麼 我現在回圈範圍是不是一樣 好像是一樣的 就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回圈不用改 那需要改的地方就是 我要丟什麼東西 所以基本上 有點像把丟 先丟空的好了 我先不丟任何東西 那我需要 在這上面先寫什麼 其實主要就是 模擬那個 其實只要 之前那個Excel用過的那個函數 那你可能就要 把 在 Excel用的函數 轉換轉變成 VBA裡面用的函數 所以有第一個 在Excel裡面用Find函數 但是VBA 它不是用Find函數 它用另外一個 它叫 InStream 這個In的話 顧名是這樣 在 Stream就自竄 在自竄裡面 意思說 在自竄裡面幫你找什麼 Str其實是自竄的縮寫 全稱就 Stream Ing Stream 在這個自竄裡面 在這個自竄裡面 幫我找什麼 然後找到之後 它會反彎告訴你 也是位置 第幾個字的意思 可是呢 這個InStream的寫法 跟那個Find有點不太一樣 Find是先找 找錢瓜糊 再去哪個字 找 那個InStream剛好顛倒 先 告訴它在哪個 哪個位置 然後找什麼 所以 我們 主要是要找錢瓜糊跟後瓜糊 所以 在VBA的程式 你可能要分開寫 我先打個A A的話這個變數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那我就用什麼 用那個VBA裡面的 InStream函數 你可以先打個VBA點 它裡面就會出現 In InStream這邊就出現了 InStream 這個函數 當然呢 其實VBA裡面 總共有多少個函數呢 其實 你打一個VBA點 它就全部出現了 有沒有它列清單 InSt 當然呢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你直接按F1也可以 F1就是 它會跳什麼呢 跳那個 函數的說明檔出來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它這邊有說明檔出現 只是說它裡面寫的 並不是那麼容易 它其實就是一個 有點像字典的東西 然後甚至你可以怎麼參閱 其他有更多的 相關的函數呢 它也會列表在這邊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知道VBA裡面有哪些函數的話 你可以點 然後按F1就可以 然後用法 基本上我們剛剛有看到 基本上F1 它跟我們講說 從哪個字開始 不過這個可以 中瓜糊是 可有可糊 所以這個可以不要 尺寸1的話呢 是 遇搜尋的 字串 尺寸2的話呢 也是 遇搜尋的 字串 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這寫的有點 完全 摸不著頭去 不過4的結果 我 比對之後的話 發現它剛好跟F1顛倒 所以要怎麼賺血 特別是要 錢瓜糊 所以第1個跟他講說 你幫我去哪邊找呢 幫我去 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儲存格位置 那這個是 Sale A欄 所以我用 複製好了 乾脆拿這個來複製 一樣是I列的A欄 你幫我在那個I列的A欄 儲存 A欄的儲存格裡面找 找什麼 逗點 幫我找錢瓜糊 OK這樣子 然後Enter 一個B B這個變數也是自己取的名稱 乾脆吧 直接拿上面這一行來改 複製一下 貼上 把這邊改成B 這邊改成什麼 後瓜糊 意思是說 你先幫我找A 就是 前瓜糊的位置 再幫我找B 是後瓜糊的位置 那分別放在A跟B裡面 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幫我切割 切割特別只有在VBA裡面 的那個MID的函數的名稱 跟 再以Sale是一模一樣 也要MID 所以這個的話 功能是一樣 錢瓜糊 一樣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那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啊 我的字在這裡 A欄裡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習慣了 拿這個 感觸鍵 按住拖拉 把這邊拿來改 我的資料在A欄裡面 豆點 第二個問題是說 STAR STAR意思是從哪個是開始 那我意思就是從什麼 從A 有沒有 A的話是前瓜糊的位置 所以把A怎麼樣 加1 對這樣子寫 其實邏輯跟剛剛那個一樣喔 豆點 幾個字 有沒有 後瓜糊的位置 就B嘛 減掉什麼呢 前瓜糊的位置 就減A 那會多一個字 所以在減什麼 減1 邏輯跟剛剛 那個公式是一模一樣的 前瓜糊 後瓜糊一下 好 程式基本上 大體上已經寫了 大概 應該邏輯上是OK的 不過會有個問題喔 什麼問題呢 那我現在一樣喔 就跟fine一樣 如果fine 錢瓜糊如果有的話 那會告訴我第幾個字 比如說這個 第三列有 第三個字 第九個字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喔 對不對 如果像什麼呢 如果今天讓他找這個 這裡面沒有錢瓜糊沒有後瓜 啊就是零 如果零的話 如果是零 這邊也是零 那如果零 你帶過來的話 那當然一定會出錯 什麼錯呢 比如說你要切割 那裡面明明沒有零加一當然是一 可是零減零再減一就變負一 那長度負一一定錯啊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執行 先清除好了 清除 執行這一段 這個時候的話 他馬上程式就出現錯誤了 但是特別至於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錯誤你不用緊張 盡力按真錯 接下來的話可能要學習一些技巧就是 找出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零 A現在裡面是放什麼 放零 因為找不到 如果找不到 不像fine是 丟回來錯誤去 它是丟零 b的話也是零 那所以零減零 變負一 負一的話沒有那種長度所以 它會失敗 那怎麼辦呢 剛剛我們用那個是ifl過濾掉 那這裡的話一樣 其實 我們順便講一下 如果未來 假如會有可能 要判斷的地方 也就是什麼 如果a 或b其中一個是零的話 那我當然就不要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我要避開什麼 他如果等於零 那當然我們可以寫什麼 如果if if什麼呢 如果a怎麼樣呢 當然你可以寫成a等於零 a等於零我根本不要處理 所以你可以 如果當a如果不等於零的時候 不等於寫成這樣 特別說vva裡面 跟那個 Excel的公式也是寫這樣 這個要不等於 OK 如果呢 假如 如果a如果不等於零的話 我才會去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 然後 特別是有在vva裡面呢 做邏輯的話 請記得 寫成這樣子 然後 有if的話 通常會加個andif and加一個if 結束這個邏輯判斷 那我就把 這個 中間這一行呢 把它按個tab 讓它到下一階 意思說 當它 不等於零 所以這個可以再把它往上拉上來 拉上來意思是說 我讓城市重跑一下 特別說這個vva才有這個功能 其他城市員 大部分都沒有讓城市重跑 我把它往上拉 你再幫我重跑一下 A是不是不等於零 因為等於零 等於零會不會進去裡面 不會 他有點像一個什麼 篩選 有沒有砸門 你 等於零了 所以你不能進來 你也不能幫我 所以 所以怎麼樣呢 實際上就什麼事都沒錯 OK就跳過了 好 跳過之後的話呢 那其他我們把它重新跑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他沒有的話 他什麼事都沒錯 如果有的話呢 像是 再來就是第3列 第3列應該是3 然後b的話 等於9 OK嗎 3跟9 然後是不是不等於零啊 這個是砸門 他是不等於零 所以是true true的話可以進來 你就幫我切 切的話切完之後丟哪裡呢 丟b欄裡面去 OK 丟進去 第3節冠軍 這個時候就OK了 對了 底下一樣 所以再來就是換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就是流松 一樣 然後這應該3 這個應該是8吧 第8個字 OK 第3第8 然後是不是空 不等於零 然後有刮虎就切割 那反制的話 如果沒有就沒有 就跳 所以其他都一樣 我把它執行過 OK 執行 OK 完成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難度又向上提升了 所以我大概重點再回顧一下 1 我們就不是直接丟公式 而是呢 先用VBA裡面的 In3的這個函數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幫我找找看有沒有錢瓜 就放在 A 如果找不到錢瓜我就零 當他不等於零的時候呢 才去做切割 如果等於零的話呢 那當然就跳過了 OK 所以請各位示意 這段相對比較難 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一樣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我有把那個最後完成的結果 放在這個底下 其實就剛剛這一段 差別只是說呢 我這裡面是有加上註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示意一下 所以其實 如果說你不要丟公式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面臨到一個問題 你要知道VBA裡面 有哪一些 函數 可以取代以SEL裡面的函數 所以剛剛 可能我們 在以SEL裡用到三個函數 FINE 你可能就VBA用In3 那MID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可以不用改 那ifL 你可能就是在VBA裡面 要用邏輯判斷 如果 假設A不等於零 其實我剛剛漏寫 其實 B 其實應該是 或者是 B不等於零 不過我是覺得 判斷一個就夠了 所以我就 少寫一個 其實應該兩個都要寫 不過我覺得 程式這樣RUN應該沒問題 所以 A如果不等於零 他才去做切 那等於零就是表示說他找不到 有刮鬍 這個訊息的話 那實際上呢 我們就不做這個切割了 就跳過去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來吧 好 謝謝